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卡岸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未來少年力 最新的手遊 旭哥來做最新的攻略啦 那這一集攻略分享這遊戲 T0神角的推薦還有這個醉拳禮包碼 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 那還有這個將近這個100抽的轉蛋開局 可以拿到這個很多隻五星啦 這個12隻五星爽爽的入手 都在這一集攻略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對話碼 遊戲的虛寶需要獨家最新 那開局呢先取個名字就叫這個旭哥手遊攻略 就創建了 前面進來還有動畫 開局呢先來抽一個首抽 怎麼覺得跟某款遊戲有點像啊 好像之前 玩過這個中了這個四星的角色 塔格瑪 還講日文呢 可以挑戰一下首靈 人物是這個Q版的人物 放置型的玩法 然後有Q版這個 通關呢可以拿到這個裝備 好 然後把這個 角色合出來 吉斯 強化一下這個塔格瑪 強化一下這個塔格瑪 Let's go 好智能上陣一下 就衝啦 輕鬆推關 前面應該都很輕鬆啦 霧馬的萬能公司 柯柯 好來拿一下這個高級轉蛋券 這邊就可以來抽這個 10連刷一下首抽啦 來我們的首抽 有一個金的 天金飯五星的 五星天金飯耶爽 好那續個就來講這個遊戲最全的禮包嘛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啦我們首先點畫面左上角的人頭 點進來之後呢我們點畫面右下角的禮包兌換 這邊就可以輸入禮包嘛我們就來輸入這個 大寫的 JUMP 666 JUMP666 再按這個領取 這可以領到這個3.88K再加10個轉蛋券 再加一個超級貝吉特 喔爽喔貝吉特 再來下一個 他寫了KAIFU 6666 KAIFU6666 幸運紅包印記福袋然後封印罐還有這個許願龍珠 再來呢下一個 KIU KAIFU 7777 零取 進階1666 然後戰寵林破666還有鑽石666 下一個 KIFU 8888 零取 高級召喚券10抽啊 好那許哥來推薦一下這個遊戲的T0神角啦 那這個布羅利一定要推薦一下 這個爆破轟擊呢攻擊敵方後排直接親對方後排 造成85%的物理傷害 造成85%的物理傷害 那這個爆破流星呢 非常好用 可以造成這個敵方4個目標 160%的物理傷害 而且還有一定機率呢可以追加發動這個技能啊 可以再追加發動那這個傷害呢 為這個原本的一半但是還是很強勢啊可以追加發動就是強啊 那他的評分也非常的高 非常好用這個布羅利 必推的這個神角 那我們開局很多福利就把他領一領吧 像這個鑽石啊轉蛋券啊 這些都可以就是去領的 還有這個 星福有這個八日真錄 每天都可以拿這個好用東西像五星的佛利斯啊很多轉蛋券啊 一次可以拿30張啊 好那還有看一下 五星的這個魔人浦 好那我們就來開抽吧 看會不會抽到什麼好東西 貓仙人啊 三星的角色 直接抽個十連看看 轉蛋還有一點FU的感覺 一個金色的應該是五星吧 中了一個五星的蒙面人啊 有點有點趣味啊 五星蒙面人 再來十抽 這次好像中兩個五星 怎麼都跟孫悟天有關啊 蒙面人也是有孫悟天 喔假面超人 悟飯 結果 都是 不是悟天就是悟飯啊 再來 中了一個五星 大界王神啊 分數還有82分啊 又一個五星啊 嚴重啊 特南克斯少年 好像還不錯 抽一下十連好了 喔 兩個五星耶 孫悟飯少年 孫悟飯少年 我這次還不錯啊 利庫母也有五星啊 孫悟飯少年 好吧 再來 把它抽一抽好了 中了一個五星 中了一個巴特啊 我靠 像鑽石不太夠了 還有什麼福利 可以領到轉蛋卷 繼續抽 我抽這個只要 200鑽而已 可是應該蠻雷的吧 我們用這個好了 250開始抽到五星 五星的撒蛋 好沒有很想要 看一下 我們都拉地支 娜霸 全部花完了 還給兩抽呢 又可以繼續抽啦 金色的就是有五星啦 沒有就沒有 再補個一抽 好 炸魚 好 那旭哥開局呢 就拿到12支五星啦 有貝奇特啊 天津犯啊 佛利斯啊 撒蛋啊 界王神啊 這些 假面超人 還有這個各個好用的神角都入手了 還蠻爽啦 開局抽一抽 那也分享這個 醉拳禮巴馬 還有這遊戲的 T0神角 都分享給大家 那大家記得訂閱 旭哥的頻道 看旭哥 手遊攻略 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都在旭哥的頻道 那我們下一集 攻略見了 有貝奇特